29岁的泰勒卡纳里斯 早晨6点左右在步行上班的路上被警员拦下 因为街道报警称 有些人闯入了汽车内盗窃 而泰勒刚好符合可疑人员的描述 simplify 带现在已经是不空了 我会拒绝起 去 пр� Bu 我会拒绝起 里面 中我会拒绝起 对 你会拒绝起 这就是我的电話 我会拒绝起 我会拒绝起 你ám红 我会拒绝起 我会拒绝起 归绝起 这就是我的电話 泰文还没来得及搞清楚情况 就被迈克尔警员报刷了 这里要说到的是 根据报警的描述是 男性 冒衫 双肩背包 这是很模糊的描述 可能很多人都会匹配 迈克尔警员也说了是拘留而不是被捕 那也说明了目前正在调查阶段 因为仅凭描述很难确定泰勒就是嫌犯 但是迈克尔警员目前的调查就是一个保衰 那你真正在调查阶段 你真正在调查阶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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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泰勒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 后来确定嫌疑人并不是他 但还是被警方指控妨碍执法和拒捕 该事件视频发生于2022年3月 但是直到最近才被公布 距离事件已经发生了将近一年 尽管如此 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疯狂转载 许多人呼吁对警员迈克尔采取行动 也就在今年2月27日 警员迈克尔被保尔丁县治安官办公室解雇 理由是违法了政策的违规行为 也就是说事法后一年内 迈克尔一直都在认知 直到视频被公布 事件造成泰勒左锁骨骨折 不仅耳膜破裂还被诊断出患有创伤性脑损伤 目前泰勒已经委托律师 对该线提起诉讼 GBI也对事件展开了调查 如果有任何最新消息 喵大叔会更新在往后的视频中